已經有這個 有四位 連應該說是三位啦 連我剛剛這一個的話 三位進到這裡 剛剛有人問內定的模型 如果不喜歡的話去哪裡找 等一下這個我再跟你講那個資源 我們先來看 有沒有我的已經做好了 你剛剛如果輸出應該會比我這台NOGUE快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你做好了 我們會建議各位 你在輸出的時候啊 先注一下 這裡不是有它的尺寸嗎 對不對 尺寸因為預設400 是有點太小了一點 所以你可以自己指定比較大的 那麼好了之後呢就把它怎麼樣 儲存下面這個儲存 這就存成我們一般的圖片檔案 它的圖檔你可以存成PNG 就存成PNG 那各位我們的PNG的話 PNG的話呢 它是屬於不失針的 就它有壓縮但是不失針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比較建議用這種格式 用這種格式 好 好 你這個存好之後呢 只是什麼 只是你的那個 輸出的圖檔 你不要忘記了 你的專案檔 要自己的定存一下 這樣了解 這是你的那個專案檔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存下來它的副檔名叫做 叫做什麼 SH3D 所以下次你就可以打開這個檔案 那 順便提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你像我這個情形 這個 是不是不能點兩下打開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並沒有 那個程式沒有觀點嘛 所以你直接點兩下打開它會告訴你說 請問我要用什麼開 有沒有 好 那不管它 所以呢 記得如果你是用免安裝的下次就是先把軟體打開開啟搜檔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可以打開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補 補強一個東西 哪一個東西 現在有簡單幾個東西 只有 椅子 一棵樹 那麼總要你的地板有一個草地吧 對不對 我剛剛還有看到有人 我跟你講 幾乎我上了所有班級 一定會有人喜歡游泳池 好像 花園 庭院沒有游泳池 就不太像豪宅的感覺 游泳池這裡也有 但是你如果要搜尋的話 你不要在這個類別下搜尋喔 因為這樣的話是不是只搜尋人物跟動物而已 所以你要在全部這邊你可以用關鍵字 比如說你用游泳池 有沒有找到了 但是游泳池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說一下 游泳池的話呢 你在用的時候 你如果直接拉這個進來 或拉這個進來 它是有一個高度的話 因為游泳池要挖地下室 才能夠把那個放在下面 等一下 我們告訴各位你怎麼花地下室好了 好 那 如果說你真的很在意現在就要擁有游泳池的 你只好先把它壓扁一下 這裡有一個 高度有沒有 你先把它壓扁一下 變平勤 這樣 這樣 有一個 假裝的游泳池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不管它 就是 我們先把一個 那個地面做出來 那地面的話 它在它裡面稱作房間 它不叫地板 它叫房間 因為游泳池用3D 它本來是要做什麼 室內設計的 所以它平面叫房間 這個叫牆壁 牆壁 我們先用房間 點一下 好 它其實呢 這個都會有提示你說 它使用的一個快速鍵 但多數的同學都是按確定而已 它大概不會看裡面的內容 所以我現在也先不要讓你看內容 按確定就好 那怎麼畫房間 點一下 我先把這個 你先看看我們的人字在這裡 所以你就點一下 有看到我們的那個 指南針的嗎 指北針的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它那個 如果你要做比較 好的 你就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好到這邊結束了 點一下 那這樣還在畫 對不對 你按鍵盤上的 什麼 ESC 或滑鼠的右鍵都可以 就離開繪圖的模式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一個地板 好出來了 在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地板了 就有一個地板 那你要 不要編輯它的時候 請你按到什麼 上面這個 就是 移動工具 才不會就繼續畫下去了 那麼這個畫完之後呢 你總是要給它一個什麼 材質啊 那我們怎麼給它一個材質 地板的 那個草地嘛 你可以點兩下 好 收通 好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 跟地板有關的 有一個叫做 你可以直接 指定顏色 也可以直接給它一個紋底 一般紋底 我們一般就稱作貼圖 好就稱作貼圖 好我就從這邊 點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很多種了 那我們往下走往下走 如果你 不太知道哪一個 你也可以用搜尋的 你就找一個草地啦 之類的 天空 地板 往下 地板 有 開始有了 開始有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地毯的 對不對 草的 有看到了嗎 看你要哪一種 哪一種比較亮的 還是比較那個 好 假設要是有 確定 確定 有沒有一片 簡單 它會用拼貼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草 太過 怎麼樣 拍過假的話 我有準備幾顆 真的 我準備幾個真的 你可以找一下草 不是割草機 這個我好像 我沒有用成中文 在這邊 這裡有那個真的草 你可以丟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是真的草 可以吧 那你要不知道怎麼辦 Copy copy Ctrl按著 拖曳 有沒有產生很多個 有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長太慢了 你要一片的 你就丟這個一片的 或者弄那個一片的 你就放大一點 對不對 然後一樣啊 Ctrl按著丟 丟 丟 有沒有長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必須告訴各位喔 你這個如果 因為這樣 它是真的草 所以那個模型 數量會比較多 假設你在輸出 照相機的時候 你還給我用這個 最高品質 那你就要等久一點喔 因為它把你算那些陰影啊 算得比較認真嘛 所以 如果假設啦 你不是要 就是 不是那個 最高品質的 你可以 可以用這樣 你看我把它稍微拉近一點 滑石彎的拖一進來 第二個還好一點點 第二個會 最高就是比較快速度 但是加上一點點 移民 這樣子 可是這個要 它就要算一點時間 這樣了解了喔 所以如果你是在 最高速度的 你可以加 複製多一點 如果 是那個 我就建議先暫時 不然等一下 你的電腦不知道跑步合動 OK 這樣會了喔 所以你待會可以輸出 那麼 等一下呢 你 我們給各位大概 五分鐘到十分鐘時間 你先幫你們加畫好 好吧 停業間畫好 啊畫好之後怎麼辦 來這裡 我剛剛在我們的任務裡面 是不是有準備一個 電極檔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打開 第一個 你就點進去 這裡呢 你看了解就好 你就可以把你的檔案傳到 我的雲端硬碟上 從這邊把它傳上來 傳上來的時候它會先要求你 輸入一下你的那個Google帳號 Google的帳號 應該大家都有Google帳號吧 有啦 那你傳的話 如果你有兩個檔案 你可以傳兩個 三個都可以 就是直接丟進來就好 這樣教作業 很方便嘛 來給各位試看看喔 來還給你 有問題的等一下我過去幫你看一下